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奔向你无畏曾经那些受过的伤 手心握着云朵月亮 我曾遇到一束光里的光 我看到我掌心中的信仰 再一次因为你无邪的笑而绽放 谢谢有你在身旁 万物在朝夕之间疯狂 生长我满目力靠近对方 心跳在感应着同样频率的荡漾 期待在某一秒碰撞 时间的手一点一点推上了心房 轮廓住你的模样 我敞开梦一点一点慢慢对你讲 幸福拥有了形状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 奔向你无畏曾经那些受过的伤 小心握着云朵月亮 我曾遇到一束光你的光 习到美国来能说啥 我答应你美国的一切想法吗 答应美国想法他不用回中国了 他就留在美国或者直接进美国监狱就行了 美国说病毒哪来的 武汉病毒哪个事 你给我说实话 他只要和美国任何官员见面访问美国 他不给美国这个武汉病毒的事个答案 我会告诉大家 我问过的所有美国人 我没有听说一个美国人说 这个病毒的事情不是中共干的 不用再找了 说什么都好办 贸易我答应你 金融开放 我兑现WTO的承诺 我再不派间谍了 我绝对不挑战你美国 我跟随美元 我50%的钱全买了你国债 美国人最后 你觉得谁敢决定 说病毒的事咱不溯源了 他只有两条路子 我们俩演唱戏 让美国和所谓世卫组织 到武汉来个假的调查 那谁敢在美国 第二个 如果不去演戏 那美国总统也好 美国国会议员也好 一定说习 你来了你就别走了 因为我要叫你搞清楚病原的问题 你要到我的国会山 告诉我这些国会人民 美国人民到底病毒哪来的 第二 美国政府也定着种族大屠杀 美国白宫 美国人接待他 给他是国家待遇 还是非国家待遇 外国元首待遇 是不是 你要给一个种族大屠杀的习近平 拦了一个最高规格待遇 你觉得美国承认 美国在全世界人面前 我承认种族大屠杀是合法的 那不成了开大玩笑了吗 第三个 如果习访美 经济上答应美国是什么 你觉得美国还听得说吗 美国一定说 那你要答应我兑现WTO承诺 WTO当年承诺给人家了 2000年 当时无疑的原话 共产党过去这些年最成功的一件事 利用日本人赶走了国民党 共产党获得了中国的江山 那么第二个最成功的就是2000年 骗得了WTO和08年奥运会 加入WTO的这些条件 2010年要兑现的大概有上千条 中国没有一条兑现的 你觉得美国人说这就拉倒了吗 就美国人拿的律师费呀 顾问费呀 那都是美国人拿的钱 美国人一年给中共5000亿 中共的GDP从1.3万亿到了15万亿 那不是拿着美元灭美国吗 其实美国政府不这么说 我觉得美国很多州死了那么多人 几千万人得了病毒 受到了伤害 你觉得他能离开华盛顿吗 就是美国人让他离开了 美国死的人家属让他离开了 你觉得美国的媒体 能让他老老实实离开吗 最后再说的事情 还有新中国联邦呢 所以习近平坦上华盛顿 那一刻共产党就完了 他就回不去了 现在美国很多人都在 慵恿着把他给骗到美国来 说美国人不敢说 你试试啊 美国人还不敢登台湾呢 登了吗 大家好 朋友们好 毕丽千任灭共治 一连幽梦与军统 今天是我们与军行的第五期节目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 老贵族与爆发户的文明战争 那今天呢 我是已经休息了快一个礼拜了 头还是有点晕晕的 我们导播也是感冒了 所以今天咱们就有点意识流 我讲得慢一点 首先呢 我的影子从1993年开始 1993年萨米尔森 这个恒听顿 这个哈佛教授 在外交记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文明的冲突 这篇文章 它是从总体上把握了一下 就是冷战以后国际安全局势的这种前景 很不幸的是这个文明的冲突严重了 发生在2001年的这种恐怖袭击 从911事件之后 美国就迅速的就是整个的国家安全 就转入了对付这个恐怖主义 然后从2001年到2008年 经过这个8年的这种反恐战争 然后经过2008年的这个次贷危机 给美国社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 这个内伤和外伤 可以说是虚好过力 然后美国的这个士气 老百姓的这个对前途这种迷惘 是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低点 在这个时候 8年之后 从1993年到2008年 15年之后 当美国人再回头看这个 15年的这个历史的演化的时候 他突然就发现就是说是山河破碎啊 然后是草木变色 从中共就借着2001年这个加入这个WTO 然后在这个8年反恐期间 国力迅速的膨胀 然后借着这个国力的膨胀 然后完成了对美国一系列蓝金黄的操作 从到2008年的时候 在随着这个中国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开幕 突然就是说这个中国以一个非常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世人中间 一下子引起了这个中西方的一个发展道路方面的一个对比 一时带给世界的就是说是好像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样子的格局 这个格局呢 是从中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中共对美国的这个蓝金黄 包括对美国这个渗透收买 还有这个扩张 他是非常成功的打着一个文明冲突 还有这个文化方面的竞争这么一个幌子 这个幌子的这个高明之处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他能这个 第一个他能隐藏他的战略企图 另外一个就是他把他那些邪恶的勾当放在一个 一个非常华丽的这个掩饰之下 他能经常混淆就是说是 他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说是中共这么一个 就这个社交性质的黑社会 对跨国流氓政治犯罪政治集团 这么一个组织 邪恶的这个组织 然后胁迫了这个全中国人 实际上是他是 跟美国跟西方这种竞争是 更多的是一种这样的竞争 是种这个非常 人类历史上非常邪恶的 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 但是他利用这个文明的冲突 文化的竞争 然后再加上他民族主义这个渲染 然后他突然之间就把这种非常深刻的竞争 当地的旗袍会不但参与了 而且旗袍会也参与了这种就是说是赞助 更令我奇怪的是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演唱会 就是说是结束之后 要等到这个旗袍协会 从芝加哥飞来了一位 就是说是好像他们总部的一位什么人员 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个中共是 后面的就是统战机构 是借着这种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幌子 来也是对这就这么一个非常小小的 这个华人整个演唱会 他都下了如此的功夫 所以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是 中共在这方面就是说是有他非常的下功夫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我们一说到这个文明的冲突 我就可以把话题想说的稍微远一点 在这个竹心时代 就是公元前这个六世纪 非常巧合的就是在第一次的第一圣殿 喜伯拉第一圣殿被毁灭之后 这人类再出现了这个三位 三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伟大的政治 伟大的思想家 哲学家 或者说宗教家 他们这三位就是说释迦牟尼 还有孔子 还有中国中华文明的孔子 还有这个苏格拉底 然后他就和西伯来文明 就组成了这个世界中心的四大文明 然后在这个文明演进的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文明 中华文明它是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 和世界上曾经经历过两次的灭国 一次是这个元朝 一次是清朝 但是元朝和清朝对这个中原地区 对这个征服 它非但没有带来他们文化上面的这种 对中华文化这种任何的优势 反倒是被这个中华文化给通化掉的 那我们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这个 或者是中华文明的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可以说是如 道 还有佛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中华文文明 在这个哲学方面 在思想方面最 在这个有两位顶峰 一位就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唐朝的时候 佛教 中国化之后产生的传宗 这个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 还有一个文明的高峰 就是诞生在明朝的这个心血 实际上这个中华文明的这种对世界文明的这种贡献啊 现在 遇到了它的 切切实实的遇到了挑战 不但遇到挑战 而且在与西方文明或者西方文化的这个文明 这种竞争中 文化的这个竞争中 会有劣势 比如说 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说随着这个国民的打开 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基督文明 比如最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说是 产生于英国这个文明 实际上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某种意义上是优势 后来随着这个 一系列这个 1840年之后 中国逐步沦为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后 绿经这个桑权路的这个条约之后 中国人第一次是在历史上对自己的文明对自己的文化有了这种怀疑 觉得我们这个文明我们的文化肯定是什么地方可能出了错了 那这个 是非常的 我想我们这 这批人 都是对这个 文明的这个递进 对这段的历史是有刻骨铭心的这种回忆 那么 那从这个西方文明来讲的话 他确实有他的就是说是非常 优秀的地方 咱们就拿这个英国来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是 诞生于英国的我比较佩服的这个 极为这个思想家文学家 比如说是 非常 一个就是 撒斯比亚 对吧 我们中国有礼拜 人家这个英国人也是有撒斯比亚 还有一位就是说这个本人约翰 本人约翰如果你看那个 图片的话就是左面那个 看起来这个面相很粗糙 然后长着一头卷发 那个头发很浓密 然后人这个相貌有点粗犷 这个人就是本人约翰 那他是写了一部什么书呢 非常著名的不朽的著作 就叫 天鹿里城 天鹿里城 本人约翰 实际上是一个 普国将 是一个非常 从他的职业上来讲是一个小人物 但是他写出了这个影响人类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个宏伟俱处 天鹿里城 那么又比如说那个英国 还出了这个近代的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丘吉尔是我非常这个 尊敬 仰慕的一位 实际上是 他是一个政治家 他更多的意义上来讲 他是伟大的这个思想家 他的文学家 再比如说是这个 C.S. Lewis 对吧 就是右边这位先生 他是 非常著名的这个基督教的护教学者 他是一个 他是 出那个本世纪六十年代才过世 这个是一个非常 影响的这个 有国际影响的这么一个伟大的那么一个 互交加 那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 那中共就是说是为了就是说是 强调 或者说是为了就是说展示他的这个道路自信啊 道路的 制度和道路的这个优越 优越性 他就往往他就是采取了一个方法就是说是要建立他的文化自信 那么这个文化自信他无论是对于这个共产党来讲这个就是说是 因为 他要把他的民族主义啊 用来就是说是 煽动这个国内的这个 本红来讲 或者是团结他的共产党人来讲 或者 这么听来讲 他首先要在文化上面要建立他这种文化 自信 这种文化的自信这方面 他就是 要通过 既然是就是说是我已经屡次过去输给这个英美了 那这一次的话我必须就是说 文化自信要靠到文化上面要 文化方面的竞争方面要 取得对这个英美的这种胜利 他才能达到他这个心理平衡 也为他自己的文化自信找到这种 自圆其说 那么这个契机 实际上他 带来了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1997年的时候这个香港 随着香港 被中共这个和平收回 然后我们在左手看到的是这个当时 查尔茨王子还有布拉尔首相还有彭丁康 当时的香港总督彭丁康 跟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个 蒋泽民 完成了这个香港的交界仪式 在这个时候 确实是这个 啊 全世界人民在这个荧幕面前观看了这个 大英帝国在香港的这个帝国余晖 随着他们的这个 国旗的这个降下和这个五星风机的升起 确实是中国的 我想是一代的 产生这种 细腻上面这种 啊 胜利感 或者说去带着一定的这种 平衡 如果说是1997年这种平衡 还只 仅仅是说对这个 旧中国或者说是 对英 英国这种历来对中国的这种侵略方面的一个 就是说心理方面的这种回击之外 那么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 确实是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这个中国的这种新的形象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2008年奥运会上 有一个 景下是非常具有这个符号象征意义的 这个象征意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左手他是这个 三千孔文弟子这个 宋读这个论语 这个就是说是在 确实在全世界 数十亿这个观众面前 就是说展现了这个中国文化 这种 历史的厚重 还有他的这种 历史的高度 也为这个 中国和这个 中共啊 对 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文化 文化竞争 抹下了那个 龙默重彩的这么一笔 也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 成功 那我们说起到 2008年是 当时人家是 总书记是这个胡锦涛 胡锦涛这个 赢了一次 但是跟那个 习近平 关系不是很大 那么 中共对这个 国外这种 这个 以这个文化 扩张 公子学院啊 乞讨协会啊 以这种为载体 或者是以抓手的 然后以此为掩护 对这个 西方的进行这种 蓝金黄啊 经济军事 各方面的 渗透啊 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这种成功 一直到了这个 2019年啊 发生在2019年6月12号6月份的这种反送中 运动 特别是发生了2020年之后的这个 全世界的这个大流行 Covnantin这个大流行病 以及这个发生在2022年的俄乌战争 彻底的改变了这种 局势啊 啊从这个三个事情开始 发生之后特别是这个 俄乌战争之后 还中共在这个清零政策的失败之后 中共在这个世界上的文化扩张或者是以文明为 幌子的这种 恶性的这种渗透或者是竞争 确实已经就是说是 到了一个 这个 底牌被大家翻开的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底牌被翻开的时候 这我 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发生在 8月6号大概就是19天之前的这个 伦敦 这个伦敦墙 图压事件 这个伦敦墙图压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 事件 它标 标志的是什么呢 标志着中共在国外的这种文化 以文化为 这个 幌子这种 扩张 终于啊从这个价值观的滲透方面 从文化的这种 侵略或者文化的欺骗方面 提到了一块铁板 那么事情的起因呢是在 8月的 5号的晚上8月6号的晚上 大概就是这个事 这个 这个人呢 主角呢这个事件催 这个策划者呢叫 叫 一雀 一雀 实际上他真名叫王汉珍 那王汉珍呢他是刚刚从皇家艺术院学院这个毕业 那他呢就是 在他的策划和这个 组织下大概有20多位 中国的留学生 大部分是个艺术留学生 他那是把在伦敦的这个 叫红砖像 伦敦东部的一个 涂鸦艺术区那个整条街道就是一个墙就是一个涂鸦艺术区 把那个涂鸦 把一条街 把一条街这个 涂成白色 然后把这个社会主义价值观 12个 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简体这个中文红色大字 24个字 写在这个墙上 那么从这个 伊雀他本人这个 想法来讲 他是这么 描写他自己的 这个几个小时之前 BBC放了这个 对 王汉征的这个采访 王汉征在这个采访中 他说自己是一个 爱国人士 那么在 几天前的采访之中 那么伊雀谈到他这一次的这个 事件的策划上面 他大概 谈了这么几个 几点 就是说是 他称自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又指出自己是一个批判者 讽刺者及虚无主义者 研究主要基于这个 伍典 马克思主义及法兰 科夫学派 他认为他自己的这个 举动的是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 而在 讨论的环境本身 但是值得这个 玩味的事就是说 实际上他自己也承认他自己这一次 涂鸦事件 他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指线 目的性是很强的 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用社会主义的 构建方式来反 执民西方的虚假自由 让我们看看这会碰出什么 这个实际上我们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 他的这种动机的话 就是说很难 想象就是这个动机 没有这种政治方面的这种 设计 或者说没有政治方面这种 考虑在内 那 值得就是玩味的就是说8月6号这个 事件呢 这个事件开始之后的话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引起了这种 二次创作 那么大家既然你也是可以涂鸦 那我也可以涂鸦 而更何况就是 一鹊在这个涂鸦之前 就是说他把人家这个所有的这个墙壁都给涂白了 把人家原有的这个原有上面的一些艺术品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RIP Mart的话 实际上这是当时就是说一鹊涂 涂抹这个整个之墙 覆盖整个墙之前 它里面已经有一件艺术品 就是这样的艺术品 它是把人家整个 墙涂掉之后 把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用油漆红色的油漆喷上去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一鹊涂给创作之后他引来了 就是说是 再创作 大家看一下这个民主 这个民主 已经被 这个字啊就这面墙已经被再创作了好几次了 这个民主如果大家看一下就是旁边写的是没有民主啊 然后底下写的是不换奸 上面写的墙拆 等等等等 就是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一下我再翻翻看一下其他的几个哈 然后友善的话底下被写成了五旺六四哈 然后再我们再往下翻一下 看一下 对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二次创作呢是当地的就是说 华人因为我我看过那个视频之后我发现他有些是 用繁体字写上去的 好像是当地的这个 台湾人但是我 我觉得更大可能是当地的这个香港人写上去的 但慢慢慢慢 他这个人啊 二次创作就在这个 国际这个社区里面就发酵啊 慢慢慢慢就是 如果我们再看这个刚才这个 两个的话就是说 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当就是这个 英文这个 在创作很多是出现了一些英文的一些创作 那么很快这个事件就发酵成一个什么东西了 他就发酵成一个就是说乳共 特别是乳西的这么一个加年话 大家都非常的happy哈 你看这个 如果你看这个自由这个上面的话实际上那个 上面写的那个字实际上是不太 骂人的话哈 就是 Fuck comment那一种 实际上是个 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哑观的一个话 这个事情的这个 发酵 然后突然他就变成一个这个 全球事件了然后就出现在 全世界的社交媒体上甚至是出现在这个主流媒体上 一时他的风头都盖过了这个装装这个泄洪好像是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来看这个事件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伦敦 涂鸦墙事件 非常有意义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 首先这个一确 他确实 应该不是这个官方的这种 没有这种官方的背景 不是说是大使馆或者是什么亲中的这种组织 这种机构 然后自助他或者指使他 他写的这么一次这个活动 就是说从头智位来讲应该是 但是 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 一群小粉红团体 他的自发的行动 但是如果反过来你再去看这个事情的话 他二次创作他更是这个自发的 而且不但是自发的 他在非常短时间内 然后就是说吸引起了这个 伦敦的华人社区 而且是国际社区的这种 非常 剧烈的这种反应 双方在这个 创作和在创作过程中 是中间的这个思想 还有这个言语的这种交锋 是非常精彩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创作和在创作的内容的话 他实际上就是说是对 有非常鲜明的这种 意识形态 色彩 你可以把这个伦敦涂鸦墙事件形容 我一次就是说 中共意识形态 与这个习鹏意识形态 这么一种习意识形态斗 或者说是 以文化为载体 文化 文化斗争 或者文化战争 直到我们就是说深思的就是说 在这么深刻的时间内 在这么这个短的时间内 这个事情就演变为一次 就是说 对于这个习近平个人的这种 诋毁也好 攻击也好 或者甚至说是 谩骂也好 实际上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 PPT里面展现了只是一步 最新的事态发展的结果就是当地的政府已经就是说 已经说是把这个 涂鸦墙覆盖好几次了 但是就是说是根本就是 挡不住就是说对习近平个人进行侮辱 或者是对个人进行谩骂这种 态势 就是 让我感到就是非常感慨的 就是说 习近平个人就是 以往在大国争霸的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美苏能占7千 对吧 甚至说是 比如说是在反恐战争 对这个美国 对这个 伊拉克啊 甚至对伊拉克领导人 这个撒党 最后就是 抓捕啊等等 甚至包括这个本对本拉登 对吧 对本拉登最后的抓捕啊 甚至说是击毙本拉登 他都没有短期内就是说是形成这种就是说对 个人这种 攻击甚至是侮辱 这个我是觉得在这个 东西方对抗或者说是对文明的冲突 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解释 就是习近平就是在如此短的时间来在全世界 如此遭人恨 真的让我感到不胜唏嘘呀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事情再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就标志着就是中共对外文化 扩张 或者以文化为 唯一这个幌子的对外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散透 还有扩张 是在伦敦是提到了铁板上 我是觉得这个中共的对外的散透 实际上就是引起了这个 老百姓 西方 我们如果看这个话就是伦敦二次创作的它主题 它也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官方的团体 它是纯粹就是说 伦敦百姓的这个自愿自发的这么一种 反抗反击呀 准确更准确的一项来说反击 这种反击就是中共的这种 标志着中共这个对外 无论是文化扩张还是经济呀 军事啊各方面的扩张 是已经到了就是 老鼠过节人人喊打的地步了 那么实际上这个 文这个文化方面的这种 扩张方面的受挫 它实际上是跟一连串在英国的经济扩张方面的受挫 都是联系在一起 比如说是 华为也被很多次 这个兵器在这个 英国的这个 私营还有这个 国家这个电讯采购项目之外 被 提出去 还有大家更熟知 比如说中广核 在英国原来准备 新建三座核电战场 但是现在都基本上是搁浅 在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说 中共原来打算 把原来的伦敦的 皇家造币 过去是皇家造币厂的地址买下来 扩建成一个70万平方英尺的一个大使馆 这个项目也遭到搁浅 所以说是 习近平这个真的是 没想到 也有几个没想到 没想到习近平是如此的不得人心 没想到习近平的个人形象是如此的不受待见 没想到这个 习近平对习近平的这种厌恶达到了如此 高的这种 如此这个深的这种地步 也没有想到习近平个人形象的崩塌 在西方是出现了如此的迅速 那么今天 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给大家再 展示一张习近平从这个金章五国会议 参加金章五国会议的这种 照片 请大包给我们放出来 那么右面这个照片是20大的 也就是 去年也就是89个月之前吧 对 不到一 去年的应该是10月 对 然后左面这个就是说习近平这一次是 出席这个金章五国会议被受训的这个情况 受训的照片 你如果看这个受训的照片之后 非常这个 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这人虽然就是没有什么医学方面的背景知识 但是你看这个习近平的脸色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黑颜色 事实上就是说是习近平参加的金章五国会议的 转五国峰会的时候 在街机的这个片段是被中央电视台给散掉 因为这个习近平从 飞机上下来的时候 摇摇晃晃 摇摇雨坠 英国实际上对习近平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因为习近平过去有段失败的婚姻 他的前期克林林他就是在英国 这一次可以说是习大大把人丢到这个前期的门口 对于这个事件有一点点这个增添了一点点喜剧色彩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中共在西方 的 无论是一带一路方面的扩张 还是文化方面的这种 渗透 意识形态方面这种 渗透 已经确实到了难以为解 已经确实到了 就是说是 人人寒大的地步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观察和思考就是 到这里 基本就结束了 就是说 文明的冲突 文化的这种竞争 它实际上不是说是 这只是中共现在对国际现有的治理结构颠覆的一个 一个幌子 一个遮羞布 那么随着这个 但是这个 方面这个文 这个文化方面的这种 渗透它实际上是危险形势非常大 就是中共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文化自信 然后呢 中华文明的这个最核心 这个最高的高度也是 跟中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那么中共就是 为了就是说证明它这个制度或者说是它这种 优越性啊 证明它这种制度 制度或者是道路的 这个优越性 往往就是把这个文明和文化拿过来去 欺骗 但是这个欺骗的这个过程中从反面就是证明了这个习近平个人性格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 就是习近平这个人实际上是他是缺乏 自信 他在很多的 他是一个 自负 与自卑 兼而为一体的这么一个 性格中间非常矛盾的这么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但是他的个人的这个性格中有这个非常 自卑的这么一面 我是觉得就是说希望这种 这种性格方面的缺陷哈就是在即将到来的这种血液熏风或者是惊涛害了 能够 唯一这个更多的人所认识的 这种性格 我们的缺陷往往会造成就是说是 对外方面斗争方面的这种破坏性 这种破坏性是 有可能是非常的 会让习近平本人 或者说是让我这个国家和民族 付出非常重要的这种代价 希望我们大家希望这个所有的观众 希望有缘能看到这个视频的 观众 能够 有所警觉 然后 在 在这个历史的重要的关头 做出自己的 选择 那今天 大家带来的节目就 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 那今天因为这个 身体 身体 还是不是 很给力 讲到话里面 连贯程度 各方面还是有欠缺 下礼拜 随着这个身体方面的恢复 给大家带来更多 更深刻更精彩的观察 感谢这个 战友们 战友 拉斯 新月光 战友同信 等等 那今天 节目就到此 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种支持 咱们下周五再见 在欧洲的异域 有一个小小的 岛国英国 这片土地上有 亚瑟王的传说 这片土地上诞生了 牛顿这样的科学大师 这片土地上有 罗密欧与朱利 有威尼斯商人 有尼尔王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击败了西班牙的五体舰队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勇敢地砍下了国王的头颅 这片土地有大宣章 这片土地上 人类第一次将国王的权类 交往给自然阶级商人 这片土地上有工业革命 这片土地上有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的军队 不能进的名言 这个小小的道理 国后来成了 异不弱帝国 这片土地上有 英国生死 500年 必有王走出 其心也忽焉 其王也忽焉 两次世界大战 彻底葬送了英国的霸权 丢掉病毒之后 英国逐渐能为老贵族 为了获得投资 英国女王也邀请习 做成皇家 2008年 中共奥运会的舍女 和2012年 英国奥运会的落魄 让英国人在心里感叹 大义帝国 移去不复返 公司 给家室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刷在英国的心脏 伦敦 这是中共狂妄无知的表现 上帝让人灭亡先让他疯狂 中共在国内天天屠杀洗脑洗脑屠杀 为着他必将失败的事业积蓄力量 他不明白天下大事顺子者唱 意志者亡 他的好日子没有几天了 已经能听到他灭亡的终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